1816年,英国议会通过了金本卫之法案,宣布停止铸造基尼金币,转而铸造沙夫林金币 英国的货币有了新的单位标准 由于黄金和英国货币单位得到了法律元素,金本卫在英国正式得以权利 18世纪,英国对内进行货币改变的同时,为争夺殖民霸权和欧洲霸权,与法国展开了长达七年的战争 1763年,英国完胜,获得法属殖民地,导致于英国对殖民地的疯狂掠夺 英国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开始发生质变 1776年,瓦特制造出第一台有实用价值的蒸汽机 英国各领域开始飞速发展,国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墙上 紧接着,英国又相继打败葡萄牙、荷兰等国,将殖民地遍布全球各大洲 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曾在1865年这样瞄署英国的顺客 北美和俄国的平原是我们的玉米地 加拿大和波罗的海是我们的林区 澳大利亚是我们的牧场 美国南部是我们的棉花种植园 英国成为继西班牙之后的又一新的日布洛帝国 由于英国政治、经济霸权在全球扩张 金本位也迅速蔓延全球 19世纪,葡萄牙、德国、法国、荷兰、意大利、比利时、美国、俄国、日本等国 纷纷实行金本位 到19世纪下半夜,俄、美、澳加南非等国相继发现超大金矿 这一黄金红巢被称作19世纪金矿资源大发现 金矿的发现也为19世纪80年代金本位置 成为了国际货币体系,奠定了基础 开灯始于1823年左右的俄国 当时,西西伯利亚地区发现了大型金矿 上网亚历山大一事了解情况后 马上征用奴奴开发黄金资源 奴奴一周工作6天 从早上5点到晚上8点 在恶利亚和潮湿的冻土带挖动绝金 1830年,西西伯利亚的黄金产量 从不到2吨上升到了5吨 1847年,由俄国人提供的黄金产量 这是世界份额的60% 1848年,加利福尼亚地区又发现了金矿 当年医院,一个名叫马歇尔的木匠 在加州科罗马地区的河谷里 发现了闪着金光的物体 等他捡起来,被用冷水测试法检测后 发现这些物体是黄金 很快,马歇尔发现黄金的消息被宣扬出去 纽约论坛报用极富山洞性的语言 描绘美国西部黄金资源的丰富 地面上,黄金随处可见 就像我们大街上的泥巴一样 加利福尼亚附近的居民蜂拥而至 学校和工厂全部停工停学 淘金成为了他们最重要的事 等到1849年 美国总统布尔克向国会递交联邦报告 报告中提及加利福尼亚发现黄金 一场蔓延全球的淘金若 势不可挡地爆发了 淘金者从全球各地涌向了加州 他们相信只要淘洗沙里便能获得黄金 之后携带着瓦尼吉和钻孔吉等设备的商人们 也扎根加州 据统计到1849年底 加州人口从1848年的约1.5万人 增加到了近10万人 与淘金相关的商品价格也水涨船高 当时印第安人报上有一座药膏广告 商人只要将该药膏涂满全身爬上山顶 然后顺着山坡滚下来 身上就会沾满精力 尽管这种药膏价格不菲 约5美元一瓶 相当于当时一个普通工人五天的工资 半人工的预求 黄金通过铁路和轮船 源源不断地运往银行和国库 1851年到1855年 美国的黄金产量占世界供应量的45% 就这张证券交易所 迅速成为了仅次于纽约的 美国第二大证券交易所 加利福尼亚淘金的故事传遍全球的同时 其他地区的探矿热情也被传遍激发 南非威特沃特兰斯兰德盆地 渔入世界上最大的金矿 自开甲一栏的一百多年里 其黄金产量 居世界各种类型金矿之手 共采出黄金3万余吨 预估储量上了2万吨 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 也每天都有挖出金矿的消息流出 因为黄金的出土以及逃进者的涌入 澳大利亚从一个有着4.5万名 刑事犯的殖民地 转变为了一个繁荣的国家 将来的阿拉斯加等地也都陆续发现金矿 在19世纪后50年 世界累计产金量达10413冬 占此前人类几千年来总产金量的60% 由于金矿资源的大发现 为黄金铸币提供了口号的原料 到1900年 除中国和部分中美洲国家外 世界各种国家都加入了金本位置 1900年潜入的十多年时间里 也被经济学家们看作是 国际货币秩序的黄金时代 这里的黄金时代有两层含义 一层是指金本位为国际通行 另一层则是指金本位为各国 在国际贸易和国际信贷上 提供了稳定安全的环境 以巴黎银行破产危机为例 1890年阿根廷爆发债务危机 其债券迅速贬值 英国巴黎银行早前买入了阿根廷的2800万英镑的重要债券 被死死套牢 英格兰银行因巴黎银行 曾为英国立下汗马功能 立刻对其发起救援 当时 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储备量 只有900万英镑 只能应对日常的国内需求 无法借出 而巴黎银行 只有拿到400万英镑的融资 才能避免破产 无奈之下 英格兰银行 求助于巴黎银行业务上的竞争对手 罗斯柴尔德家族 在当时 罗斯调取了200万英镑的资金 和相当于100万英镑的黄金 借给巴黎银行 并出当中年人为其担保 从法兰西银行 借出相当于200万英镑的黄金 与此同时 俄国银行巴黎银行提供借款 有资料显示 在巴黎银行陷入危机期间 各类救援资金总计较1000万英镑 而这一切的前提 就是各国保持黄金 以固定的利率兑换 凯恩斯曾称 8日 欧兄帝国出兵塞尔维亚 一战战口的爆发 扰乱了原本平静的金融货币事件 为保证国库可以应对本国军费开支 各参战国都加紧了对黄金的控制 将黄金尽量集中到中央银行 这就是黄金的自由铸造和自由兑换 难以实现 不仅如此 一些国家为了应对猛烈增加的军费开支 大量印钞 限制甚至禁止黄金出口 造成了通货膨胀 因此 欧洲各国纸币之间的汇率 从固定汇率制 变成了完全浮动汇率制 金本位置 赖以实现的基础 自由兑换 自由铸造 自由输出物 被削弱 金本位置 限入休克状态 而作为世界竞争中心的英国 也在战争中损失惨重 有数据显示 战前 美国欠英国国债 约30亿美元 战后 英国盗欠美国47亿美元 英国的内战 也有战前的6.45亿英镑 猛增为66亿英镑 战争使英国由债全国 变成了债务国 更糟糕的是 由于战争的破坏 加上过早完成工业化 英国深陷巨额贸易逆偿 经济出现衰退 英镑的地位也开始被人质疑 除了战争原因 金本位的天生缺陷 也让英镑的霸主地位堪忧 首先 在当时的国际金本位中 英镑纸币无异于黄金 具有世界核心货币的属性 随着国际贸易和投资的扩大 英镑纸币发行越来越多 但黄金具有天然的稀缺性 英镑纸币就越来越脱离 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储备量 英国黄金的评价兑换 最终难以维持 从历史上看 1913年年末 在各国官方机构的 万费储备总额中 英镑占了约40% 这么多的英镑纸币 正是来自于英格兰银行的印钞机 其次 金本位的成功与稳定 极限于处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心 区的上层国家 如英德法 以及能利用伦敦进入中心资源的 行星国家 如美日俄等 下层国家 由于在国际贸易中 长期处于逆差状态 赤字严重 但又由于国际金本位置下 各国货币汇率是规定的 下层国家不能通过货币贬值 来解决国际收支适合问题 一旦下层国家发生经济危机时 上层国家也会受到冲击 除了上述之外 英国作为世界霸主的地位 也会在旦夕 19世纪末 美 德 法 俄 陆续完成工业革命 相继崛起 这些国家 分分在贸易和投资上 强占英国市场 为艰难建立了属于本国的中央银行 管理本国货币流通 增加黄金储备量 在这种情况下 不仅英国对国际货币体系的 控制力被渲弱 国际货币的正常流通秩序 也开始被破坏 至此 以英镑为中心的金本位 已经伤害累累 世界金融货币体系 急需重新洗盘 1920年2月 英镑交战前黄金 贬值35% 法国法郎贬值64% 比利时法郎贬值62% 意大利里拉贬值71% 德国马克贬值96% 欧洲各国纸币之间的汇率 也从固定汇率制 变成了浮动汇率制 在战时和战后 各国货币之间的汇率 也随之大幅波动 国际货币秩序陷入了混乱 在当时 19世纪拯救巴黎房的行动 让许多经济学家相信 托尔复兴的道路 必须是黄金之路 而早在1918年1月 为了挽回英镑声誉 恢复国际货币秩序 英国的坎利夫委员会 就提交了一份 关于战后货币重建的报告 报告中明确指出 恢复金本位置 对战后重建至关重要 但当时 英国面临两种难题 一种是 如果恢复到战前的金本位置 意味着英镑要升值 英国政府 在国际货币体系中 仍然是领导角色 但这也意味着 在各国货币贬值的情况下 英国的出口被打压 不利于经济恢复 和解决高居不下的失业率 另一种是 英镑继续贬值 改善英国的对外贸易状况 但结果是 英国为之自豪的货币信用 将会受到损害 英镑作为世界货币的地位 被动摇 一段时间内 两种观点 在英国乃至世界上 争执不下 直到1920年 蒙古塔诺曼 担任英格兰银行总裁 诺曼是坚定的保守派 他认为英国的强势地位 是奠基在黄金的基础之上的 因此 在他上任之后 选择了提高利率 来抑制经济回暖 在这一政策下 当时英国有将近100万人失业 然而 在诺曼看来 观众比生极苦 是政府的事 而对于自己 乃至英格兰银行来说 首要目标 是增加地下教堂的闪闪黄金 为此 诺曼初步设想了一种 新的金本威制度 1922年 在意大利热南亚 召开的国际经济会议上 为了守住英国的强势地位 诺曼正式提出了他的 金会对本位构想 金会对本位是指 异国货币 与另一个实行金本位制 关押的货币 保持固定比价 并在后者存放外汇 或者黄金 作为凭准基金 1923年 英格兰银行 首先与德国央行 达成协议 英格兰银行 向德国央行 提供一笔英镑贷款 而德国央行 则以英镑为货币准备 发放的贷款 以英镑计价 金会对本位制 率先在德国推行 1924年 秋吉尔上台 隔年3月 宣布恢复金本位制 4月25日 英国议会通过 1925金本位法案 5月14日 进入国王签署后 恢复金本位制的决定 正式成为官方指令 1925 金本位法案规定 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 仍然是法令的货币 但不能再兑换成金币 这意味着 流通中以纸币为主 而金币将被收藏 逐渐退出流通 金币也不能再自由融入 不过法案规定 银行会继续按照 1盎司黄金 等于3英镑1700 10.5便时的兑换笔价 向需求者出售金块 金块的重量为400盎司 显然意见 金块也不适合流通 只适合收藏 这些改变意味着 黄金的身份发生了改变 它不会在人们的手中相互流转 而是成为了财富象征的守护神 1929年 全国已经有49个国家 正式或者事实上 加入了金会对本位制 从而在全球范围内 建立了金块 金会对本位制 共同构建的新国际货币体系 于此同时 随着金块勘算技术的中大突破 卡卡技术不断进步 以及其画法提金工艺的普遍应用 促使黄金卡卡量进一步大幅提升 整个20世纪的百年时间里 世界黄金总产量为12.15万吨 是19世纪百年1.15万吨的失败 黄金作为筹码 再次平衡了西方各国的利益 但这种平衡极其脆弱 只要有人利益受损 马上会被打破 在诺曼的努力下 英国将英镑与黄金的兑换比价 艰难恢复到了一战前水平 但同时由于国内采取了提高利率 收缩货币供应的政策 因此英国国内的经济局势 也变得十分惨大 当时英国国内 许多与对外贸易密切联系的产业 都受到严重冲击 比如煤炭业 钢铁业和造船业等 工人们或是被降低工资 或是被停职开除 1926年5月3日 富东的英国工会 发动了英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总罢工 10天时间里 总共400万工人参与罢工运动 社会动荡 高利率导致英国物价下降 经济预期悲观 融资成本变高 抑制生产和投资 英国大量资金 从工业生产领域涌入资本市场 英国的实体工业呈现空心化 20世纪20年代 由于恢复金本位 英国经济复苏非常缓慢 成为欧洲大国中 唯一经济停滞的国家 然而更大的灾难接踵而至 1929年10月29日 美国股市在持续多年的上延后 突然崩盘 由于股市下跌 带来的巨大损失 致使财富瞬间灰飞湮灭 在当时 工厂停工 工人失业 银行倒闭 美国为了转移矛盾 公开喊话称 是其他国家的反自由竞争政策 导致了美国经济的疲软 为此 1930年6月 美国通过了 斯木特获利关税法 法案提高了平均关税 并将一些免税品 变稳了应税商品 其他国家也随即展开反制 英国 加拿大 法国等国家 陆续对美国出口商品 反征高关税 全球贸易额 因此大幅缩减 1931年5月 拥有奥地利全国银行储蓄 50%以上的 吴也纳信用银行 因资不抵价破产 在这期间 奥地利国家银行 可以提供救援 但因为基本位置 央行投放的流动性规模 受到限制 只容眼睁睁看着其破产 很快 如同多米诺股盘 奥地利银行倒闭风波 蔓延到德国 匈牙利 捷克斯洛伐克 波兰等国家 由于英国在奥地利和德国 有着大量的存款 并为其提供了大量贷款 投资者分文认为 英国会踏上奥德的负责 在这种预期下 大量的短期资本开始外流 投资者分文抛售英镑 兑换成黄金 仅一个月 英国的黄金储备 就下降了三分之一 从7月中旬开始 共计两亿英镑的黄金外流 1931年9月 迫于巨大的黄金挤兑压力 英国的银行宣布中断黄金兑换 放弃金块本位置 经济学压杂志 在当时报道 一个时代结束了 而在英国放弃金块本位置后 比利时 加拿大等央行 开始将所持有的美元储备 大量兑换成黄金 此举引发美国国内民众的恐慌 纷纷前去挤兑 1933年3月 美国参众议院 通过1933年紧急银行法案 赋予总统管制黄金和外汇交易的权利 由于权利的罗斯福政府开始采取 诸如禁止经营出口和私藏 要求民众上缴所有金币 终止所有黄金支付行为等一系列政策 这些政策也标志着美国在事实上 中断了金本位置 之后 瑞典 丹麦 加拿大等20多个国家 纷纷宣布终止本国纸币与黄金的兑换 1936年 法国也被迫放弃金本位置 至此 世界主要工业国 几乎全部脱离了金本位 而由于英镑不再与黄金挂钩 英镑的汇率在外汇市场上 一落千丈 旧王一世 姓王即将驻入 从1931年至1936年 在国际金块金汇对本位制度崩溃期间 各主要工业国为了维护自身利益 纷纷建立起了货币集团 英镑集团 主要包括英联邦 各成员国和瑞典 巴西 丹麦等国 美元集团 主要包括美国 加拿大 菲律宾和众多拉美国家 黄金集团 主要包括法国 意大利 比利时等国 通常在集团内部 会以一个主要国家的货币作为中心 并以这个国家的货币 作为集团内部的储备货币 内部的资金流动和外汇支付完全自由 内部的货币汇率与兑换有统一规定 不同集团之间 则有严格的外汇管制和贸易变垒 通常以黄金进行结算支付 三个集体在当时呈现三足顶列的态势 然而货币集团之间的对立 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国际间的贸易 谁来一统三国成为了当务之急 经过多次谈判和妥协 1936年9月 英、法、美、三国 最终达成了三方货币稳定协议 同意避免竞争性贬值 共同维持英镑、法郎和美元之间的稳定关系 10月为配合三方协议的有效运作 三国又达成了三方黄金协议 其中黄金价格将为了美国 24黄金等于35美元对比付购 这实际上是建立了一个以美元为中心的货币体系 在当时 只有美元有足够的黄金储备 能维持黄金与货币的对换 而这一切早在一战时就埋下福利 美国依靠一战 为德法等国提供交战物资 大发战争财 到1927年 美国国内的黄金储备的价值 已经超过了40亿美元 成为了全球黄金储备量最多的国家 不仅如此 在各国交战纷纷停止和黄金挂钩时 美国只是表面暂停 背地里却仅仅盯定了黄金的汇率制度 战争一结束 美元就恢复了以黄金挂钩的状态 在大萧条时期 又因为欧洲陷起战争 罗斯福新政促使美国经济达以恢复 大量黄金流完美国 据统计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 大约有200亿美元的黄金 被储存在美国 占到全世界的60% 然而在当时 三方货币稳定协议 只是一个非正式的协议声明 并没有约束力 随着二战爆发 这一声明也成为了一纸空文 1944年7月 第二次世界大战建入卫生时 来自45个国家的730多名代表 其遇在美国新韩布什尔州的 布雷顿森林市 而在这之前 英美两国分别出为本国的利益 提出了凯恩斯计划和华特计划 但在谁有黄金 谁来制定规则的情况下 双方于1944年4月 达成了反映美国华特计划的 共同声明 该项声明 主导了整个在布雷顿森林 召开的会议 根据新的协议 美国是国际上仅有的一个 允许其货币按照固定汇率 与黄金兑换的国家 美元与黄金兑换比率为 一样丝兑换35美元 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货币 则负责低落美元 这意味着美元等于黄金 甚至取代了黄金 布雷顿森林体系 其中有一条事 当初战后欧洲和日本走上正轨 然而一旦欧洲和日本快速发展 美国工业的优势就会丧失 并且为了向外投资 和满足全球经济增长 对全球货币的需求 美国必须通过赤字输出美元 这会导致美元贬值 但如果美元避值 无法保持稳定与坚挺 美元作为国际货币核心的前提 就不复存在了 这就是顾问的特里分难题 这些理论也能解释 为什么19世纪末20世纪初 以英国为主导的国际金盟位置 走向了崩溃 在这样背景下 其他国家央行与投资者 分为用手中的美元 向美国央行兑换黄金 美国黄金储备不断流失 1960年10月20日 由于大量投机客 在伦敦黄金交易市场 买入黄金 并囤积起来 导致当今黄金价格 一度攀升到40美元每盎司 黄金高价 大量是美元被大量抛售 在当时 美国的黄金储备 减少到了184亿美元 为了稳定市场 1960年11月 美德法英等八个国家 联合在伦敦黄金交易所 卖出黄金 使黄金关价暂时稳定 一年后 这八个国家建立了伦敦黄金总库 目的是通过干预抛售黄金 来保持伦敦40黄金市场的金价 维持在35美元附近 但最终由于无济一事 在1968年被解散 黄金总库解散后 在当时实行的是黄金双轨制 即官方市场 各国央行仍按照1盎司黄金 等于35美元的兑换比 向美国自由兑换黄金 如40市场 黄金价格是不市场决定 各国政府不再干预 这一决定公布后 40黄金市场的价格大幅攀升 黄金价格攀升 不可避免的会产生挤兑风格 1971年 破译压力 尼克松宣布关闭黄金兑换窗口 终止以1盎司黄金等于35美元 将外国样行 成对黄金的义务 这标志着 实际运行到13年的 布莱顿森林体系开始解体 同时也标志着 黄金进入非货币化阶段 1976年1月 由于亚马加协议签订 黄金非货币化 被以国际协议的形式正式确立下来 黄金不再作为任何货币的支撑和基础 从此 各国货币的发行和流通 与黄金完全脱离 黄金不由于支付流通 也不由于计价结算 也不再是世界货币 也不再是国际汇率之盟 它仅仅只单纯的作为 各国样行的储备形式的一种 而国际货币体系 进入了以美元为中心的 纯粹信用纸币时代 纸币完全垄断了货币江湖 黄金彻底退 如同一条金色的血脉 黄金贯穿整个人类的历史 从古埃及的金字塔 到中国的三星队面罩 从皇帝的皇冠 到平民的首饰 从可医治把病的炼金术 到科学技术一部分 黄金从始终用它特有的尊贵 表现了人类对残富和权利的终极追求 自金本位诞生之日 黄金就一直游走在政治博弈之中 西方老婆国家机关算计 无非是在围绕着国家收拾平衡 多外投资 金融储备和强权政治 展开的私杀 谁掌握了金本位 谁的货币与黄金挂钩 谁就多了一个控制盟友的武器 谁敢背叛这个体系 谁就会在经济上 国际地位上付出巨大损失 黄金的百年进入货币史 告诉我们 黄金能够把一个国家 推上话语权高地 也能将一个国家置于经济深渊 如今 虽然金本位的时代已经过去 但黄金却仍在暗中 把持着人类的经济脉搏 根据世界黄金协会数据显示 从2017年1月到2020年4月 全球央行累计购买 约为2050吨的黄金 即使在黄金价格大涨的2020年 全球各国官方部门 购买的黄金总量 也高达228吨 罗伯纳宗曾说 黄金既残富 其他的都是信用 在美元信用崩塌 全球通浪的今天 黄金或许才是永远的神 观众